刘建德的妻子既凶悍又可恶 刘建德制服不了他 主啊顺从他 刚好遇到母亲生病 妻子就命令他丈夫说 把母亲送到尼安去 母亲不愿意去 但刘建德只听太太的话 就派遣一个被逆跟随母亲 前往尼安内胡适汤药而已 母亲临死的说破口大骂说 我一定要将你告到阴府 这个讨案话说不要让父母执咒 让父母执咒结果都非常凄惨 果报迅速 过不了几天 太太就生病发狂 不过了两天 刘建德也跟着发狂 呼喊着说 我是刘建德 因为被太太所祝福 污逆母亲 太太已经被阴府搓肠剥皮 而遭受无间地义的罪罚 现在民族呢 又急忙地来逮捕我 又急忙地来逮捕我 世人应当以我为借尽 不要被妻妻所迷惑 去忤逆父母亲 说完就报必要死 炼葬停官 几天后 忽然打了一声响雷 两剂棺材都裂开 数里之外 都闻到他们的 施错位 腐乱的施错位 国家的刑法有五行 所系数的有三千多种 其中最后最大的 莫过于不孝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自己遭受天打雷珠 都是那些唯逆父母的儿子媳妇 恐怕有人不知道 所以才写在书上 来普告天下的人 这段故事呢 就是不要让父母执咒